今天晚上对科技业回到国庄正式的新条府 它在最上乡的大伦村 最近6分台的牛奶四粒甘米 现在2、3地加15百万 而且还会算到农委会三少路列10人的资源 它在四合选后有来自香港各级参应集团的主席 只要来拼准它所在整的四粒甘米 新条府说正常健康在整的四粒甘米 在多大约九度至十二度 四粒甘米表面上是有幽默 正是欢迎健康在整的正常合选 来自香港法国南带美食协会主席黎智华定性馆 适合上有机定品上各种新条府所在整的小番茄 玉米品种一干平常是9.5度到10度 这个是属于它的正常的特性 比如它超过这个10度的自然特性 第一个要取决一下第一个气候天气还有土壤 那加上人为的管理因素 所以我们丰富国人在卖番茄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客群一直提倡 任何水果不是只有一个甜度 我们希望吃到的是一个番茄的自然的风味 我们一直在提倡自然的东西 由于它自然的防伪标签 当你在采收期的时候 你尽量少用一些乳化剂的一些化学荣药 或者一些沙虫剂 那可以把一些自然的特性 在整个消责族群上的面前可以把它展现出来 新条府食属比较 根本在科技业冠足 5年前回向当地食肆農较 在净6分地的小番茄 今年台湖生产20万公斤 日産一个达500万 而且被赤都是栽培组销 副馆长跟方面表示 新条府是青年环境无農的模范代表记忆 然后回来之后 大概一年后之后 那他们的薪资应该都是上百万 所以也慢慢地累积了他们一些资本 然后透过了一些温室 还有就是在这个农业 尤其是芋女番茄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羊 这个栽种的一个相关上的技术里面 然后慢慢地获得了一些佳品 那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米 事实上也都是有机的耕作的方式 也都获得到非常多这个爱好者的这个使用 然后今天我想 主要他们香港的这一批的客人 主要是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小番茄 能够引进到香港里面去 新条府表示 因为一宅公表 小番茄地都有落地 希望社会者吃到小番茄的健康风味 三心寇教宏 这种香菜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